核桃月色 叙叙折折的核桃上面 迷惘的是甜甜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 像婷婷的巫女的神 层层的叶子中间 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 有鸟挪的开着的 有羞涩的打着朵的 正如一粒粒的明珠 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狱的美人 北京与上海 一南一北 都是中国最有名系的大都市 然而人们的思维方式 风俗虚伪学相续甚远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生活在首都的人们 都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优越感 欧文什么时候来 现在都快八点罢了 他刚来过电话 说陆畅堵车 让我们别等了 这怎么行 受信不到 不能开始啊 再等一会儿吧 现在很多城市都堵车 尤其是可麻烦了 在泰国同学的 张志国 今天我会讲到我的调查 我的主题呢 就是西北大学的 泰国学生 对学习汉语的 态度 以及学习方法 首先呢 让我简单的说 为什么简单的说 我的调查的事实研究 这个调查呢 就是定量研究 就是发调查标的 然后一共有三十名 西北大学的泰国学生 这些三十名呢 包括本科生 研究生 以及语言科学生 然后呢 我会讲到 为什么我选择 选择这个主题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随着泰国旅游业 和经济的发展 目前呢